我們看到第61頁活動是 小數除法除不進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麼第一題 幼圖這包米 這包米它是1.5公斤 可是它賣100塊錢 那這一題呢 希望我們知道說 這包米平均一公斤要多少錢 那各位同學呢 我們就要學習劣勢 一公斤要多少錢 我們把100塊錢除以1.5公斤 我們就可以知道 每一公斤是多少錢 這是橫式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必須把被除樹 放在直式除法的裡面 除樹放在直式除法的外面 消去小數點補一個0 因為這個100沒有小數點 所以要補一個0 如果你願意的話 在這個0後面 你也可以點一個小數點 當作商的小數點的提示 那麼原來這個小數點的位置呢 你也可以點一個點 當作什麼 當作未來餘數的小數點的提示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這兩個點點意思不一樣 我再講一次 這個點點呢 小數點呢 它是商的 就是新的嘛 新的就是商的小數點 未來的提示 所以你可以往上延伸 那麼這個點點呢 是原來的 你可以往下延伸 因為它會跟餘數相關 這樣各位了解 這兩個小數點的用法不一樣 好 那麼這一題 它既然叫做除不進 我們可以預知 等一下我們進行到 這個點點之後的商 它後面一定會除不進 除不進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來講是 小數的第二位 取到小數第二位 那你計算的時候 要算到小數第三位 然後再45入 取到小數第二位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15 那這裡10不夠除 100夠不夠除 夠 100夠除的時候 我們用6 6的話這裡是90 好 畫第一個橫線 那100-90 剩10 把這個0降下來 好 又是100 所以要再寫個6 6的話呢 又是90 然後再把這個10降下來 降下來 這個小數點點好之後 這裡才能補0 補了0之後 又是6 又是90 然後又是10 再補一個0 然後又是6 又是90 又是10 再補一個0 又是6 所以這個時候計算 已經計算到小數第三位 計算到小數第三位呢 我們就可以終止我們的計算 6有沒有大於5 有 所謂的四捨五入法就是 最後一個數字 小數第三位 它如果小於5就捨去 大於5就進位 等於5也進位 6很明顯大於5 所以呢 進位 進位之後呢 這裡就變成7 所以答案是66.67元 也換句話說 每一包 每一公斤的米 它的價格是66.67元 好 所以在這裡呢 你的單位呢 應該是 每公斤 每公斤 66.67元 好 這裡可以寫答 那 每公斤 66.67元 單位是 元 好 每公斤 66.67元 好 這次取到小數二位 好 取到小數二位的做法 好 請立位 可以